大家好,端午節快到了 我今天教大家包一個鹹肉粽 一點也不難的 我們來看看材料 材料有豬腩肉、開邊綠豆和糯米 每樣一斤,鹹蛋八隻 還有一盒種葉和一盒鹹水草 材料就是這麼多 好了,讓我先處理材料 這個鹹肉粽的材料我已經處理好了 糯米和綠豆已經分別浸了一晚 將它晾乾水 糯米我放少許調味料 1茶匙鹽、2湯匙油 拌一拌,給底味 這個豬腩肉我都給了些調味料 醃了一晚 調味料有生抽、蠔油、五香粉、一湯匙、鹽半茶匙 糖三分一茶匙、酒一茶匙 攪拌均勻 醃了一晚 鹹蛋只需要黃 然後把黃切開一半 半隻就夠了 這個種葉和鹹水草 把它洗乾淨 把它煮10分鐘 這樣就可以用了 我建議大家買一些比較貴一點的種葉 一來它大快一點 質量會好一點 現在可以開始來包 現在可以開始來包鹹肉粽了 首先拿一塊種葉 用一塊種葉 向前對接 這樣屈一屈 屈成一個 兜型 然後就把材料放進去 首先就是糯米 然後就是綠豆 把鹹蛋和豬肉放在中間 再用一些綠豆和糯米蓋著它 放進去 這個份量大概是包10-12隻 看看你包多大隻 好了 材料放進去之後 就拿第二塊種葉 這樣重疊上去 圍著它 全程你的左手都要抓緊它 這樣好了 將這個兩邊 覆過來 這個尾部就切過來 最後呢 就拿一條鹹水草 扎緊它 我們鹹水草 一開始留在小段子 將它扎緊 將尾部和剛才的小段子 綁死裂 綁死裂 這樣就完成了 現在再包多一隻給大家看 首先拿一塊總葉 有骨的那邊 就向出的 接著呢 就將它呢 對稱這樣 向前屈 屈成一個 兜型 這樣呢 就可以將些材料呢 裝進去 首先就是糯米和綠豆 鹹蛋 鹹蛋和豬肉呢 就放中間 那些豬肉呢 你買的時候呢 你記得叫那個師傅 幫你起了皮 是不需要有皮的 是不需要有皮的 好了 接著就再用些綠豆和糯米 蓋著 蓋著 那些材料 那些材料放進去之後呢 就拿另一塊總葉 這樣圍著它 重疊上去 然後呢 就將它兩邊 覆過來 那你全程都要用左手 捉緊它 好了 最後就將尾 收起來 按住 用鹹水草 將它紮緊 這樣就可以了 紮的時候呢 首先 開頭那裡 留一點 留一點 一段仔 接著就將它紮緊 這個要紮緊一點 因為這個步驟很重要 如果你紮得不紮 一會兒紮的時候 它就會 那些米漏出來 那就不好吃了 好了 就完成了 讓我先包其他 好了 那些種已經包好了 那些材料呢 就多了少少的 那麽就包了十隻 因為今天呢 就比較大隻些 好了 現在呢 我就去煮滾水就可以煮的了 那些種包好了之後呢 現在可以開始來煮種了 那這裡呢 就預備了3公升的滾水 那些水呢 那些水呢 就要蓋過那些種的 才可以的 那現在呢 我們放去煮之前呢 用那些鹹水草呢 就將它紮成一抽抽 那方便一會兒煮好之後呢 容易拿上來的 那現在可以放些種下去了 那要煮兩小時的 因為今天那些種大隻 那如果一會兒煮一下不夠水呢 那就要加些滾水下去 那現在用中火呢 等它滾起了就煮兩個小時 計時 好了 那些種呢 已經煮了兩個小時了 就已經煮好了 那期間呢 我就加了一兩次水的 煮一下那時候呢 因為那些水不夠呢 如果加水下去呢 就要加些滾水下去的 那你煮的時候呢 就要注意一下了 那現在呢 就開了一隻給大家看一下 可以點醬油也可以 點糖也可以的 都要快到了 大家不妨試一下包啊 鹹肉粽